大家好,欢迎来到豪股团,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五地大王李嘉诚遭受了惩罚 成都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向区内的各金融机构下发通知 要求禁止向合计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贷款 以及为其进行重大资产总组提供帮助 为什么要向这家地产公司进行行政新的禁止呢 合计黄埔地产背景如何呢 我们要知道合计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成立于04年 是合计黄埔在内地众多城市的一个子公司 那么合计黄埔呢 是我们熟悉的香港富豪李嘉诚长江实业旗下的重要上市公司 地产呢是其重要布局领域 在我们内地北京南京重庆等多个医药县城市都有布局 那为什么偏偏要这个限制合计黄埔成都有限公司呢 之所以呢断了合计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的融资 是因为其5D行为彻底惹路了成都官方 成都官方给出的明确理由是呢 因为合计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呢 存在5D5盘不良行为 严重影响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苏尔底呢就是合计黄埔开发商他自己炒房 自己五房不卖五地不卖 所以呢这个成都政府呢 直接明定禁止了他 限制了他的融资 那我们据公开资料显示呢 合计黄埔地产呢 04年进入成都在天府新区呢 以21亿的总价拿下了一块地 那么16年过去了 当年拿下的这个帝王卖了16年 还有6000多套新房没卖掉 那么在这16年的过程中呢 当年楼面价不过千元 现在楼面价已经高达2万元 楼面价呢涨了20倍 那么就在7月23号 合计黄埔成都公司呢 将这个项目呢 以78.47亿元转让给了另外一家开发商 是当时拿立价的3.7倍 那么预计出售后呢 可以获得将近38亿的收益 倒一下手便赚了38亿 16年买了之后房子慢慢卖 最后呢 最后呢转让出去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在成都市政府 对他惩罚前的两个月 他把这个项目卖掉 所以可见呢 这个李嘉诚之精明 再一次逃脱了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都知道 李嘉诚的武力行为呢 他是众所周知的 并不仅仅在成都这个地方 比如在11年 这个长江实业呢 以19亿拿下了大连市的一个项目 这一件呢就是8年 8年 5了8年之后 在19年 他将这个项目呢 卖给了农创中国 作价超过40亿 一下子呢 赚了20亿 8年 买了 不卖 对吧 8年之后再卖掉 赚了20亿 此外呢 06年 李嘉诚呢 32亿 买下了上海 唯一一处呢 4条地铁 交汇出的一块地 市集会广场 他拿了10年之后 在16年卖出 套现了200亿 同样是06年 还是在上海 李嘉诚 花了12亿 拿下了上海高尚领域地款 5了13年之后 于19年呢 宣布出售该项目 业内估值呢 减30亿美元 所以 种种的案例都表明了呢 他呢 一直在5地吸售 对吧 长时间 10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石油 最后把项目卖掉 所以他并不是来开发房子的 他只是把地拿下 等着地升值 然后卖掉 那么有数据显示呢 从13年到19年 这个长江实业集团 在内地套现了1700亿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从13年到17年 包括我们刚刚讲了19年 看看他们卖掉的这些项目 基本上呢 都是以股权的形式 把这些地产项目卖掉 都是长周期的石油 对吧 套现1700亿 可能一多半呢 都是利润 那么囤积区席呢 就是李嘉诚 在内地和香港的赚钱法则 他一方面在内地做房地产 一方面在香港做地产 他我们内 他与我们内地的 这个头部房企的运营逻辑呢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国内的 这个内地的房地产企业 赚钱的逻辑呢 是快周转 就是拿地之后 立刻出图纸 立刻开始施工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将项目投向市场 回收现金 然后以便去拿下一块地 所以内地的大部分房企 都是以快赚钱为主 但是李嘉诚呢 是反其道而行之 以慢赚钱 他拿到一块地 不急得出售 捂他个几年 等到价格涨到满意之后 再整体卖出 他的这样的逻辑 从商业角度看呢 这个囤积居其呢 貌似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有些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东西呢 就是不能囤 比如粮食 对啊 谁要是囤粮食 哄台物价 那肯定是吃不了多得走 那么房子呢 也是一样的 它并不是普通商品 这里面牵扯到的民生利害 关系太大 所以不管是香港 还是内地 对于开发商五盘行为呢 都是坚决抵制 那么对于李嘉诚来说呢 他五盘的逻辑很简单 对吧 就慢慢的建设 故意的拖延建设周期 所以地方政府呢 他没有办法 慢慢建嘛 没建好怎么卖呢 所以就是打了擦边球 这个其实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每个开发商 他拿到地址之后 都要五上数年 甚至十年以上 那你说谁给市场上供应新房呢 这个房价不得涨上天吗 所以这种故意五盘 让房源紧张 导致价格大众的行为呢 本身就违背了市场经济 所以必须要遭受处罚 所以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强调 有监管打击 房地产开发企业 五地五盘的行为 要维持呢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 所以五地行为呢 早就行不通了 那么现在呢 杀鸡进口 开了第一枪 处罚的案例 如果下面还有谁这样做 或者说 其实像李嘉诚 这样做的开发商 肯定不值得一家 肯定有很多 但是呢 第一例已经出来 所以这些还在五地五盘的 开发商就要掂量清楚了 如果真的对你限制了融资 不让你去融资 不让你去借贷 我们要都知道 房地产开发商 是一个高负债的企业 一旦银行断贷 可能企业李死亡了 也就不远 所以这个 其实是政策 所传透出来的一些信号 那么讲完这个呢 其实 对于这个首富李嘉诚呢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呢 有对他有评价 很简单的 李嘉诚呢 做的企业 没有一件 营销世界的商品 他的成功呢 都是和垄断结盟 所以可见呢 对他评价并不高 那事实呢 也是这样子 他赚的钱呢 都是高囤积居齐 尤其是在 房地产上面赚到的钱 那么这些钱呢 说到里 都是大量的 老百姓的血汗钱 不光在内地 还有在香港 所以香港房价 为什么炒那么高 对吧 大部分人都 租得很差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份 最新出来的消息 就是恒大集团呢 最近呢 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是向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他要求恳请支持 中大资产冲突项目 我们要知道 恒大集团呢 其实在四年前 他当时就 发布公告 要跟A5的上市公司 升升房 要借壳上市 但是四年过去了 还在审核之中 所以周期拖得太长 他现在呢 直接向省政府 这个提议要求呢 支持他 但我们知道 现在呢 国家是坚持呢 房住不炒 不支持房地产企业上市的 所以没有房企能上市的 不支持房地产企业 股权融资的 但是房地 我们看到这个 恒大的报告中 写到呢 这个恒大呢 是我们国内 综合排名第一的房企 但现在呢 他讲到 如果重组不能完成 可能会导致呢 恒大现金流断裂 我们知道 现在恒大的负债呢 有八千多亿 如果现金流断裂 可能引发金融的 系统性风险 那么恒大这份报告呢 也表明了呢 目前呢 整个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行业吧 这些开发商的 这种资金困难的情况 作为头部的开发商 对吧 不是 如果不是在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 我认为他是不会 这样子去 直接向政府呢 提议的 因为这个说到底呢 对吧 懂的人自然会懂 这样去做呢 肯定是逼不得已 那么至于 是不是会 真的帮他去做呢 我认为 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毕竟现在是房住不吵 如果真的让他上市了 那这个跟政策违背了 所以大的开发商 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中小型 开发商的风险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现在 如果你买房 那你先要看一看 你买的这个 漆房背后的开发商 他现在 整个的运营情况如何 对吧 千万不要 买了真的 爆雷的开发商 最后你房子拿不到 所以这是给买房人的告诫 因为房地产的 这个黄金时代 早已过去 现在大量的开发商呢 在政策面前呢 都存在的 很大的风险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豪股团 我是团长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